哈囉大家好,我是曾建華 我們講過分格形狀跟分格版面 對於我們分鏡的一個配置有多麼重要 如果我們已經忘記內容的話 可以溫習一下我們前面幾段影片的一個講解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怎麼利用分格形狀的調配 分出有大有小的一個技巧 這是一般我們的分格的版面 我們把它做一個切割 切割之後就會形成一個分鏡的版面出現 我們從中間再切一下 那你會發現中間一切的話 因為沒有界線的一個區隔 所以很容易形成四格漫畫 順序不是那麼清楚 建議中間這兩條線把它錯開 錯開之後就很明顯看出區塊它的一個順序的區隔 當然除了這以外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區塊的調整 讓主題凸顯出來 像這種二切法的方式 比較常用在動態 動態畫面 動態畫面在處理上 因為眾生或是畫面的構圖 需要比較大的面積 所以我們用二切法來做動態的一個切割 是比較方便的 接著我們切成三等份 這是一般我們三切法 這種是比較常使用在講故事的 因為這樣子的版面 我們就容易調配出每一頁的主題畫面 比如像這樣上下把它調小 那中間這一格自然就會變大 變大的格子就比較容易吸引讀者來看 可以把我們比較重要的訊息畫面 畫在這個比較大格的 就是這樣子做配置 那當然也是會有做一些變化 就是每一個區塊的一個間隔 做一些大小的分配 甚至我們從中間也可以這樣切 這樣子一個分鏡版面就出現了 三切法主要可以凸顯我們的一個主題 那可是運用不當的話 你常常會覺得說 這三切法的版面用久 整個漫畫故事一連串看起來 就顯得比較呆板一點 因為太過一致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利用四切法 來做一些版面的調整 就等於說我們在整個版面把它切成四等份 四個橫的區塊 變化上面會更大 那通常四切法的特性就是 它的版面變化會比較多 因為它切出來會有一些細微的格子 那格子就會比較容易可以去處理一些 比較細微的畫面 因為格子小嘛 也不可能畫得太大 會豐富一些表演的內容 因為格子多啦 那可是格子多的情況之下 它畫面太過緊密 整個畫面的喘息空間會比較少 所以說運用上面如果不小心的話 也很容易造成閱讀上面的一個壓力 格子在區隔切割的表演上面來講的話 大概五到六格為基準 那我們用上下來去做一個調配 那我們每一頁在表演畫面的時候 就會比較會有一些想法 那試切的話也可以這樣子切好 就是三等份啊 一樣可以調整它的區域差距 那整個版面看起來就是有大有小 然後主題凸顯 接著我們講初選 一般來講初選就是把我們的分格畫面 畫出去裁切線 裁切線在這裡 這就是初選 那因為通常初選的這個 出去裁切線的那個範圍 到了印刷的時候是會被裁掉的 會看不到 初選的時機 大部分就是因為構圖畫面 有需要有些張力的部分會出去 可是你會發現啊 當你每一頁每一個邊都初選的時候 這相對失去初選的用意啊 因為你只是把所有的分格放大而已 所以這邊會比較建議啊 你要畫初選的話 最好是有些格子它是不要初選的 讓版面出現缺口而不要全部拉吧 在版面出現一個區塊 你初選出去的畫面才會比較凸顯 才會有初選的意義啊 那如果你全部都出去的話 那其實就失去所謂初選的那個效果 藉由這樣的調配 就可以在我們的畫面 形成一個分鏡的版面 然後版面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呆板 也容易凸顯出我們所要的漫畫的主題 這樣你了解了嗎 趕快去試著挑挑看你的分格形狀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